感 164位慈濟志工 和35位东元国中学生 一同演绎父母恩仲南报经 其中林毅哲 惊觉以前的他 对待父母就是这样的态度 在这次的表演中 让我知道 父母亲折骂我们 是因为担心我们 所以我们不能对他们 发任何的脾气 饰演怀胎曲目的妈妈 志工杨景纯 儿子22岁时车祸往生 面对白法人送黑法人 他靠当志工转变心境 我用我的身体 报我的亲恩 用我的心 我的精神 牵引着我的孩子 因为我相信我的孩子 他都在我身边 他就是我的护华 演艺的人员全都收获满满 其实东元国中 位在东山区的偏乡 许多孩子都是隔代教养 练习的当中 你可以看到 他们真的都很单纯 就是你也感觉 一点都没有感觉 他们是缺爱 我非常的感动 因为孩子们 他把他内心的情感 真的表现出来 不再那么的羞涩 大爱妈妈走入校园 从夜间克服到佛法教学 透过演绎这群孩子 不仅内化自己 精湛的演出 也感动台下满满的观众 大家希望真善美志工 温宝晴灵确会省界庙 谈谈吧